这名长相清秀的女子叫胡福玲 她联合自己的两个情夫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导演了轰动京城的连环杀人案 而她并不是天生冷血 一切都源于她丈夫对她的家暴 今天给大家分享胡福玲案 胡福玲1972年出生在河北保定一个普通的人家 她从小就长得好看 二十出头的时候上门说亲的人络绎不绝 最终她选择了嫁给高大英俊的苏学成 婚后几年 他们夫妻俩的日子过得还算甜蜜 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照顾孩子 可是从99年开始 胡福玲觉得自己的好日子一去不回了 先是她的丈夫苏学成下岗了 家里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 她本以为丈夫会出去找工作 可是此时苏学成显露出了好吃懒做的本性 她每天在家里大吃大喝 而且酒后还会把怨气撒到胡福玲的身上 经常打在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但是看着年幼的孩子 她很不下心与丈夫离婚 于是就自己出门打工来养活这个家庭 在她打工期间 当地的一个美厂老板宋宝良看上了她 经常对她嘘寒问暖 于是胡福玲就请求宋宝良 帮自己的丈夫安排个工作 宋宝良满口答应了 这让胡福玲对她有了好感 她原以为丈夫苏学成有了工作之后 他们的日子就能恢复到当初的平静 可没想到苏学成打人似乎打成了习惯 每天下班之后稍有不如意 就对胡福玲一顿打骂 一边是对自己温柔体贴的宋宝良 一边是不断对自己家暴的丈夫 导致很快胡福玲就投入到了宋宝良的怀抱 跟他有了婚外情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不久苏学成就听说了 自己的老婆和宋宝良有染 但是他知道宋宝良才大气粗 自己斗不过他 于是他就找到了宋宝良说 你给我出五千块钱 让我开个百货店 你和我老婆的事我就不管了 于是宋宝良满口答应 痛快的给他开了一个百货店 而苏学成此时正在酝酿着他的计划 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放过这一对肩夫淫妇 他的计划是通过百货店先赚一些钱 然后托自己的表弟贺苏全去买把枪 再解决了这对肩夫淫妇 但是令苏学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表弟贺苏全 跟自己的老婆胡福玲也有一腿 原来当初苏学成两口子给孩子摆满月酒的时候 贺苏全就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表嫂胡福玲 之后就对胡福玲心生爱慕念念不忘 有事没事经常往表哥家跑 刚好有一次他来到表哥家 眼看着表哥喝完酒 把表嫂胡福玲打得逼清连总跑出了家门 贺苏全怕表嫂出危险 就一路跟随着表嫂 对他进行劝解 胡福玲也就将一肚子的苦水说给了贺苏全听 就这样贺苏全陪着表嫂在大街上转悠了一晚上 胡福玲深受感动 就抱住了贺苏全 从此两人私下就有了来往 所以当贺苏全知道表哥苏学成要计划杀死表嫂和宋宝良的时候 他转头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胡福玲 胡福玲本来对自己的丈夫已经没有了感情 于是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宋宝良 并建议说看来他迟早要对咱俩动手 不如你先下手为强 于是宋宝良听从了胡福玲的话 他找到了河北卓州一个叫李勇的混混 承诺给他一万块钱 让他杀了苏学成 李勇拿了钱之后 每天跟踪苏学成 想寻找一个下手的机会 但是苏学成每天都忙着在百货店里做生意 实在是无法下手 于是胡福玲想了一个办法 他找到了表弟贺书全 让他把苏学成引出来 并没有跟他说要杀苏学成 只是说要教训他一顿 贺书全答应了 于是在2003年2月15日 贺书全骗表哥苏学成说 帮他找到了卖枪的人 让他带着钱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交易 苏学成对表弟没有任何的防备 就如约来到了交易地点 结果被早已等候多时的李勇 从背后用刀将其捅死 贺书全吓傻了 胡福玲只是跟他说要教训教训苏学成 可没想到竟然把他杀了 吓得贺书全当天晚上一宿没睡 第二天他找到了胡福玲说 咱们俩一起去自首吧 胡福玲没想到贺书全这么不扛事 于是就赶忙将贺书全安抚下来 跟他说人又不是咱们俩杀的 你怕什么 他死了正好 等这事过去了 咱们两个就可以在一起了 贺书全听了他的话 决定不去自首了 当胡福玲把这件事情 跟宋宝良和李勇说过之后 他们一致觉得得将贺书全杀人灭口 这小子实在是靠不住 于是胡福玲叫来贺书全跟他说 警察现在正在查这个案子 你和宋宝良利用你们三个人 一起离开当地去避避风头 过一段日子再回来 贺书全完全信以为真 于是就跟着宋宝良和李勇走了 结果这二人将贺书全 带到北京房山区的大山里 趁其不备将其杀害 并抛尸荒野 短时间内两个人被杀 警方格外重视 于是顺藤摸瓜 很快将三人抓获 2003年11月20日 李勇和宋宝良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胡福玲虽然没有参与杀人 但他参与了整个的杀人计划 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此案中的五个人 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但是这场悲剧的起因 还是因为家暴而起 才使得胡福玲 一个本来的受害者 变成了这场连环杀人案的主谋 不知道您对此案 有怎样的看法